近日,刘鸾雄妻子甘比接受采访,透露大刘已不会参加与公司日常运营。 从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堪比已掌握公司大权。 在这次采访中,堪比是在上个月接替包姐任公司行政总裁一职, 她的身家在去年已达到700亿元,成为香港第二大女富豪。 堪比今年41岁,在人生巅峰的年龄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时刻。 算起来,从她接触刘鸾雄开始至今也不过20年。 在这20年里,她从一个小娱乐记者变身成为女富豪。 在最新2021年的胡润全球榜中,刘鸾雄家族以1050亿人民币的身家位列10次名, 而堪比掌握的700亿身家占据大刘家族60%的财产。 她这是妥妥的人生大赢家。 2016年11月,堪比与刘鸾雄申请注册结婚。 在这里面,大刘母亲的态度占了不清的分量。 在叶书婉的眼中,堪比的沉默付出,照顾大刘,照顾孩子,照顾她。 从来没有什么怨言,没有凭借生了孩子要求什么名分大义。 这份难得的真情在老人家看来就是真心的。 大刘再怎么花心也是她的孩子,她希望大刘能找一个真心为家庭好的女人。 而举利君在大刘生病期间的行为不仅让大刘含心,也让叶书婉含心。 2017年,大刘以身体欠家为由,将价值181港币的某商城过户给干比。 再加上大刘之前送给她的置业公司50.02%的股份。 干比成为新科技香港女首富。 干比真正开始掌握公司大权还是在去年。 2020年6月,大刘儿子刘明维把手里置业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给干比。 至此,干比成为置业公司的最大股东,持股74.99%。 虽然这74.99%的股份是转给干比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但实际持股人则是干比。 而大刘为何要把身家系数分散转给子女呢? 原因还是大刘面临坐牢的风险。 在2016年的报道,澳门出院就一桩涉嫌贿入案宣判,裁定刘鸾雄与罗杰成行贿与喜贤成立。 这个裁定出来后大刘不服,上诉中院失败后又上诉到中院,但最后还是被驳回。 也是基于此,大刘才在2017年开始分散家财。 那段时间,刘鸾雄为了逃税,还关闭300多家公司,套现500亿,准备全家逃往英国。 当时刘鸾雄把旗下的公司转移到家人的名下,让自己的账户当中没有一分钱余额, 然后把转移出去的钱财再次转移到海外账户上。 把旗下的300多家公司全部关闭,共套现了500亿。 其实在逃税之前,刘鸾雄就有安抵的2014年, 因为犯下洗钱罪和贿赂有关人员被判5年3个月的有期读刑。 然而当时的澳门河,香港存在法律上的漏洞, 于是刘鸾雄利用这个漏洞逃回了香港,尽管如此, 刘鸾雄还是没有收敛自己,或许是经过这次事件。 让刘鸾雄认识到财富的重要性,好不容易积攒了大量财富, 不能就这么轻易失去,所以才会有了后面一系列的逃税计划。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钱只有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才能花得安心。 用得舒心,所以该纳税的纳税,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抢求不得。 直到近日,甘鸾接受采访,透露出大量已经退居幕后, 不参与公司运营。 如今的大量已经70岁,除了自身风险, 年龄渐大也是退居幕后的原因,正因如此。 代表着刘鸾雄时代落幕,而甘鸾成为大刘家族新的掌权人。 虽然大儿子刘明伟也是身价不菲,据悉有上百亿, 但是大部分的家产还是掌握在甘鸾手中。 事业公司74.99%股份的市值六七十亿元, 还有恒大的8.87%股份,市值200多亿, 再加上其他的商场等物业, 甘鸾的身价有700亿元左右。 甘鸾从20年前的一个小记者走到如今的香港第二女富豪。 再看刘鸾雄的情史,这也决定了堪比后来的成功。 2001年万花丛中国的刘鸾雄决定换换口味。 这一年,刘鸾雄前往英国购物时, 遇见了在店内工作的吕丽君。 对比大刘过往的漂亮女友, 吕丽君的颜值确实算不上多出彩, 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女孩性格直率不作作, 看起来也没有心机。 所以心动了。 在这期间,大刘身边的绯闻女友们一一离去, 有纠缠四年的王婕瑜, 有纠缠七年的关灵, 还有纠缠了九年的李嘉欣。 与此同时, 甘比因为采访刘鸾雄开始相识, 两人慢慢的关系暧昧起来。 2002年,甘比辞去一季工作, 这个时期甘比的月薪已经涨到了2.8万。 随后不久, 外界发现甘比已经加入刘鸾雄的置业公司, 传出月薪10万还有媒体, 爆料甘比用380万购入了某个房产单位。 那么甘比的钱从哪里来的呢? 虽然外界有所猜测, 但是在采访甘比时, 甘比却没有透露分好。 不得不承认, 甘比的头脑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比较的。 在加入刘鸾雄公司不久, 便得到了大刘的赏识, 快速升级为得力助手。 2003年, 媒体拍照发现甘比在看戏时, 身边竟有两位保镖护驾, 这时候甘比与吕利君的关系 就如现实版的宫斗一样, 看谁能够扶摇直上, 坐上正式宝座。 另一边等吕利君缓过神来, 发现甘比非常受大刘血爱, 这下让吕利君有了危机感。 同年3月, 刘鸾雄发起保永勤第三次抗爱失败, 最终回天罚术, 与世长辞。 当年媒体报道, 大刘第一时间赶到, 送别最后一场, 还传出保永勤临终前跟大刘约定, 他跟谁再婚都可以, 但是不能跟伤害他的人结婚。 大刘怎么想的不知道,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还, 是过着逍遥日子。 2004年25岁的吕利君怀孕, 为大刘诞小一女。 因为在天子女, 让吕利君搬进香港豪宅, 柴成为相关公司董事。 这边吕时长以女友身份出行, 一时风光。 虽然吕利君经常高调出行, 但是甘比并不着急, 继续稳扎稳打。 他一边默默在工作上努力, 私下也认劳任怨, 从不含苦喊冤。 这个时期, 大刘的花心依然不减, 还没有放下李嘉欣。 2006年6月20日, 大刘以神秘人身份在报章刊登全版广告, 祝贺李嘉欣36岁生日。 在媒体的追问下, 大刘也承认是本人所为, 但是闭口不谈两人感情怎样, 只是说聊得来的朋友, 这真是聊得来, 中间断断续续几年还如此念念不忘。 但是李嘉欣早已明白, 自己十年来最青春的岁月早已给了大刘, 如今怕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回过头来, 徐静亨正在努力追逐这一对, 比让李嘉欣下定决心离开大刘。 同年, 默默付出的干比得到大刘更多关爱, 搬进了千万豪宅居住, 与富豪们比邻而居。 2008年, 干比为大刘诞下一女, 至此, 干比跟吕丽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这个关键时刻, 吕丽君释出了一个婚招, 他没有跟刘鸾雄沟通, 便公开在报章上发文, 称干比的孩子不是大刘的。 这一举动直接让大刘恼火发怒, 但怕对方疏毒得多, 但是没脑子。 刘鸾雄的心思如何, 看比跟吕丽君都猜不到, 但是想要争夺大刘的欢心, 生儿子是饶不过去的卡。 在富豪集体中, 传宗接代不只是为了延续香火, 而是家族传承的重任。 在此, 虽然大刘早已有了儿子, 但是对比他来说, 家族的扩张是他愿意见到的。 在这样无声无息的争锋中, 干比跟吕丽君谁也不知道谁会出局。 2010年, 吕丽君为大刘诞下一子, 最终在下一城, 毕竟生了儿子, 尽管吕丽君在。 前面针对干比的行为让大刘恼火, 但是看在儿子的份上, 还是给予了奖励。 不久之后, 大刘为了奖励李律金, 他的公司发放公告, 任吕丽律金为公司执行董事, 年薪60万, 再酌情加奖金。 堪比很稳定, 明面上没有表现出一丝着急, 不管吕丽律金多么高调, 以你有身份出行, 他依然没有露出负面心情。 2012年, 已经跨过60岁的大刘再次当爹, 堪比给他生下一子, 当年的媒体报道, 因为孩子被指向左爸爸, 让大刘心情大好, 并计划赠送价值3亿元的山顶豪宅给甘比奖励。 兜兜转转, 甘比跟吕丽律金又同, 回到一起点, 大刘虽然花心, 在对待家人很好, 特别是对于老母亲, 大刘非常孝顺。 在甘比与吕丽律针锋期间, 甘比与大刘母亲叶淑婉的关系很好, 这一点体现在甘比生子时, 叶淑婉亲自前往医院探案, 这个举动就亲密了很多。 随后几年, 大刘的身, 身体出现变化, 开始疾病缠身, 在这段时间, 甘比没有性格冲动的要求什么, 名分大意, 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付出。 在大刘生病期间, 甘比常伴左右, 细心照顾。 除了照顾大刘, 甘比也一直关心大刘母亲叶淑婉。 生病的人对于各种事情都是非常敏感的。 对甘比的细心照顾自己与老人孩子, 吕丽君的行为就让大刘非常失望。 当年大刘住院一年半, 在这个时间里, 吕丽君只来看过一次, 逗留10分钟就走人, 并且还问律师大刘的身体状况。 如果死了该怎么有利争取家产? 面对这种情况, 刘鸾雄对吕丽君彻底死心了。 2016年, 刘鸾雄突然摔了一跤, 检查后查出是急性肾衰竭, 需要换肾才能保命。 吕丽君跑去医院偷偷问问医生他还能活多久。 大刘得之后, 记得直拍床版, 当即登报宣布将吕丽君的孩子从家族基金会里除名。 当然, 大刘也给了吕丽君21分手。 属实算是仁至一尽了。 干比为了拯救刘鸾雄, 他劝自己的母亲为刘鸾雄捐了肾。 这份情意让刘鸾雄十分感动, 出院后他就把干比娶回了家。 刘鸾雄还公开表示, 干比将会是我最后的妻子。 但刘的母亲也很重义这门婚事, 给了干比很多珠宝作为聘礼。 后来干比在37岁的时候, 因为大刘生下一个女儿。 大刘更是大手一挥, 把公司50%的股份送到妻子手上。 而在2020年6月, 刘鸾雄的大儿子刘鸾雄, 发售理华润置业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给干比。 至此, 干比成为置业公司的最大股东。 持股74.99%, 堪毕业任多年, 终于从一名小小的娱乐记者一跃成为价值700亿的富婆。 而刘鸾雄和原配保永勤生下的儿子刘鸾雄, 分到了200亿。 女儿刘秀荣分到了2亿, 干比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不过如今的干比才42岁, 正值如狼似虎的年。 而刘鸾雄已经病入膏肓, 连走路也要人搀扶。 如果刘鸾雄一不登天, 堪毕不可能一直单身下去, 为大留守活寡。 刘鸾雄辛苦一辈子打拼出来的巨额财富, 也将被外人翻享。 想想也挺悲凉的。